舞动水秀身段柔软灵巧 排练中的天女散花 演员仿佛走在云上 水秀幻化成仙界的鸟儿 团员们正在彩排新年开箱演出 这是过年前最后一次排练 再过一天就是逢香仪式 也就是要送京剧行业神祖师爷 回天庭做年度工作汇报 向祖师爷叩头上香 演员行政等一帮现代梨园弟子 仍然遵循古礼 风香大吉 收藏戏服贴上风香大吉的封条 宣告结束一年的工作 风香仪式是剧团一年最盛大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这个演出 我们所有的传统的企业传下来的 一个好的一些剧目 他统统有祖师爷跟前人的智慧 累积下来的 当然是对他十分尊敬 2021年就算是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演员在家仍是甜甜练功 风香后短暂休息 等到新年第一场开箱演出 迎接祖师爷回软 只不过今年防疫考量 开箱演出不开放观众入场 但传统吉祥戏都不会少 祝大家新年快乐 剧团遵循古礼 也寻求舞台效果和剧本创新 让戏曲生生不息 今新闻刘志伟杨士诚采访报道